这几天我们学的字都跟植物有关 今天还是一样 这是什么 茄子 你们仔细看 茄子的瓣跟织精相连的部位叫做地 这又是什么 西红柿 同样 果实与织精相连的部位也叫做地 所有的瓜果 包括各种花朵 凡是跟织精相连的部位都叫做地 就是人们常说的瓜地花地 这就是较早时期所用的地字 下面的金字不表示布 是植物的根与精 上半部分是它的枝叶和果实 这个字最早的字形是用来表示人类生育繁衍的 后来古人认为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繁衍和庄和百草都是由至高无上的天神来主宰的 这天神就是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中所称的玉皇大帝 天地 于是这个字便又被用来表示玉帝和天帝了 此外还有皇帝上帝大帝帝国地质等等都用这个地 地得意地 那么 那么瓜地和花地就只好另造一个字了 因为瓜地或花地都属于植物 所以用草字头表意 再用地字表示读音 就是瓜地的地 常用词中的瓜熟地落 毫无芥蒂等等 都是这个地 地 得意地 草字头地 瓜地的地 地 用玉皇大帝的帝 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 大多与帝同音 有的则与帝音近 比如用绳子扎住口的以后 很像花地的样子 因为是绳子 所以用表示丝麻纤维的角丝做旁 再用地表示读音 就是地结的地 地结就是结合的意思 比如地交地约地造取地等等 地 角丝旁地 地结的地 地 以前我们见过马 牛羊等动物 它们都是四条腿 你们知道 它们的脚叫什么 叫皮子 对 看 它们的脚趾端 生有一层角质的保护物 叫做蹄 因为是脚 所以用足字做旁表意 用地表示读音 就是蹄字的蹄 像猪蹄 羊蹄 马不停蹄等等 都是这个蹄 蹄 蹄 特一蹄 蹄字的蹄 蹄 人遇到痛心悲伤的事以后 有时候会放声大哭 动物没有这样复杂的感情 但是它们会经常大叫 你们听 这种放声大叫 也称作蹄叫 因为蹄叫 是从口里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用口字做旁表意 再用地表示读音 就是蹄叫的蹄 蹄 有人认为 只有鸟叫 才称作蹄 其实不然 三国诗期的曹操 有一首五言诗 其中有一句 虎豹加鹿蹄 这就说明 鸟兽的叫声 均可称为蹄 蹄 刚出生的小孩 每天晚上哭个不停 这也叫啼哭吧 对 也叫啼哭 婴儿不会说话 只好借助啼哭 来表达感情 那爷爷 您小时候也啼哭吗 和你们一样 人小时候都要啼哭的 啼 特一啼 口字旁啼 啼叫的啼 啼 啼叫的啼 好了 现在开始复习 帝 皇帝 上帝 玉皇大帝的帝 帝 草子头 帝 瓜帝的帝 帝 角丝旁帝 帝结的帝 啼 啼子的